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小米講股 跟大家講一下股 經過最近都講過一些人物篇 又講過曾江 又講過詩琦姐 今天我講一下你老本行行不行 我老本行 我做很多行 七十二行你做十多行 你不是做到曉飛那一席吧 其實我工作不是轉過很多份 我經常都說 無忘初心 我認識你的時候 你是在做餐廳 那你就矯正我 我是咖啡 那我怎麼認識溫餐 其實我不是在做餐廳 我也是在做保險 我認識你的時候 你是餐廳 你就是餐廳送給我吃 人間我第一次暖流就是什麼呢 有一年這個聖誕節 我帶了我內子 有個大廚 肥肥的 和我很親近的 就說 喂 我請你吃聖誕大餐 那我倆人家搭到側如沖去吃聖誕大餐 還要人間有暖流 你夠不夠吃啊 我說 一般 他馬上還煎一些豬扒出來 人生還沒吃過這麼豐富的聖誕大餐 所以便是時度糟糕 我認識你做餐廳 我們今晚不如說說餐廳 其實餐廳分了多少種 你做過這麼多次了 我覺得現在的餐廳是統一化的 第一 大餐廳 我不知道香港還有多少間 可能是Amigo那些 或者是半島 吉地市那些 那些是屬於頂級餐廳 現在的餐廳差不多 一間茶餐廳 那個廚房樓 我覺得很厲害 是什麼菜都會做的 你想得出上次黑枝牛柳 接著去到乾炒牛河 接著梅菜蒸肉餅 現在的統一化所有事情都 現在你去那間餐廳 如果不是什麼都有 那些人不去的 但是其實你有沒有留意呢 其實就是現在的餐廳 其實裡面的餐廳的款式是少的 他可能的種類是很多 橫跨了很多種菜 但是每一種菜 他只會是幾樣 因為其實他們真的 沒有以前的師傅那麼厲害 而且他們比較專注 以前的茶仔 炒菜都是有鑊氣的 以前分得清楚一點 你在冰室就沒有飯吃 很多時候就是麵 就是麵 就好像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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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牛奶公司 就只是吃什麼 多士 什麼粉麵 然後 牛奶炒蛋 這些 沒有飯吃 但是現在你找一家茶餐 沒有飯吃 人家拆得你飛起 因為租越來越貴 人工越來越貴 你不做多些生意 你就是聽執 其實就是 我想問你 老實說 因為這些 成本貴了 所以將這些 所謂茶餐廳文化 或者冰室文化 合二為一 其實原地是這樣的 根本就是 因為他們生意不夠 就變成 什麼都想放進去 搞到頭重尾輕 種類多 但是這些食物 不是說不好吃 而是流於 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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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以前那麼 想想 餐廳怎麼出 會比較好 手工的食物 盡量不做 總之是做些 快靚正的食物 做些醬汁 最重要是快 尤其是吃 我又想請教你 我們以前吃冰室 吃通粉 其實公仔麵那時候也少 沒錯 通粉、意粉 米粉也少 因為冰室有一點 是西式的 沒有那麼多 公仔麵 以前也沒有出錢一丁吃 公仔麵也很厲害 吃福治麵 還有茶餐廳 大江麵 大江麵只有那種 這麼威風 加四元就出錢一丁 加五元就出錢一丁 以前 其實你加五元就出錢一丁 其實你是加了錢 其實出錢一丁 買都是三個多 他們翻了三元 一件 所以你轉 反而他賺多了麵 你記住 他原本的麵不用出給你 他換了出錢一丁 其實我覺得很不公平 我做殘餐廳 我也是覺得這件事 我以前不是的 我只是賣出錢一丁 我沒有給客人選擇 就選擇什麼 我覺得這個是 根本就變相剝削消費者 這個行動 不用激動 不是的 你想想 你一個麵收我四元 你自己買一個公仔麵 不用四元 還要你省一個麵 那你告訴我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因為我們經常有一個錯覺 他不給出錢一丁 他裡面那種麵不好吃 對 那你省了麵 你省了成本 其實你應該買兩個半 或者兩元 我覺得合理 加兩元 先看看 很少不用加錢 有些直接送麵給你吃 有些就說出錢一丁麵 價錢也算下去 這個世界哪有得送的 是 是 難道你送層樓給我嗎 是 不如不要說 一比一比 我想想說 你現在要說什麼 當然害怕 一說你老本行 現在多生氣 不是 大家聊聊天 以前我們年代 我們再回憶 我們那時候是什麼 冰室 我小時候 我以前的文化冰室 在紅磡保錡離街 是 我是 逢是 應該是星期日 或者星期六 爸爸不跟我們去喝茶 就會帶我們去喝咖啡 吃奶油多 沙翁 蛋撻 我小時候都很賊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這個不用強調 不用強調 大家都知道你相當健碩 如果推完球的話 我就會贏到你了 這樣不行 我一向不太大力 可能你推完球的話 我小時候記得 我住在銅鑼灣 是 就是這個 謝菲道 渣菲道 現在是叫謝菲道 那裡很少餐廳 我記得 我記得 洛克道 當年有兩間餐廳 餐廳 為什麼是餐廳 就是烏燈黑火 以前的餐廳 很烏燈黑火 有情調 不會光殘殘 像現在的茶餐廳 是烏燈黑火 我記得那兩間餐廳 很隨便的名字 在SOGO後面 一間叫做澳洲餐廳 我沒有聽過 旁邊那間更經典 就叫做法國餐廳 在SOGO後面 在黑道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這兩間餐廳 有的 大家揮揮手 旁邊那間 很有名的雲吞麵 當年雜粒也非常轟動 很多人都說 就是灌什麼 我叔叔開的時候 我人生第一碗雲吞麵就在那裡吃 或者跟你說麵也好 當年去那裡吃 我人生 小時候最厲害 吃了人生第一個吉列石斑 在澳洲餐廳吃 成為八元 八元很多錢 八元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元 現在八元都買不到一張報紙 但我小時候八元 就相當之厲害 那時候我媽媽很少帶我去茶餐廳 是 很少 一天帶我去大排檔吃 以前大排檔也有茶水供應 不是茶餐廳 最多就是這個 時代廣場 舊子 時代廣場舊子是電車廠 大家知道 我不知道 時代廣場 銅鑼灣時代廣場 這裡就是電車廠 旁邊那裡叫羅素街 現在也叫羅素街 是街市 我當時覺得很奇怪 一個街市 一個烏燈黑火的地方 會成為一個 全香港其中一個地標 叫時代廣場 現在大排檔也很適微 香港還有多少個大排檔 食器味街 炒菜而已 茶檔應該很少 茶檔應該很少 中環 石板街好像都掃了 南方園 中鎮圖最喜歡他幫忙那間 原來那間都 不止五六十年歷史 南方園 他瓦瓦瓦 但是 很多人都說 南方園 好吃 還有他發明了 是不是他發明 我不知道 斯文奶茶 他最後 說拿獎 那個 雞扒 炒 炒 炒 爛 荺 噢 好像他們先做 再加柑 好像他們做 不知道是不是 有人 ya 收拾他 那位 株爆包 他很早期 不是澳門去哪裡也會替 nagyon 這會是南方園 還有 九極油腩對面那間 忘記 那裏是其口通 他沒有飯吃的,這些地方真的沒有人吃,但蘭方園好像有飯吃,可能有租貴和老闆覺得要殺多少就多少,現在變成混合化 剛才你問話,我可能也是同一個老闆,有兩間,一間就是我住那裡,屋邨 那應該不是,是不同老闆的,他的裝修就像去月宇片時代一樣 我們經常喝茶那裡叫什麼,我們對面那裡叫什麼,西洋蔡街,西洋蔡街 那裡有一間文華兵廳,現在叫做,不知道是不是賣了給人,當然我全不知道 他之前文華,不知道怎樣被人判了出去,又是很多周圍都文華的,後來就改了叫敏華 現在全部叫敏華,沒有文華,文華最後一間就在這個,叫做什麼,華星對面 哦,就是華星對面,我還免為過去,臨到粥,我還去光顧幾次 他的東西不是好吃,說真的,真的好吃 不是,因為那時候冰室真的有麵包出的,有菠蘿包啊,雞尾啊 然後有蛋撻啊,捧著在那裡,滾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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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走出來的 然後有沙翁啊,這些東西 現在就,現在很少,外面做不到那些味道,真的 那有些華字頭的,其實都差一點 不是,我覺得那些人,基本上都是那些老闆 他改了一點名字,就在這裏做,現在潮流,茶餐廳 就是,在旺角最流行的那種茶餐廳,即是說鬧市,就是有麵包買的 是的 就已經是七元的豬仔包啊,七元 有十二元啊,在燈打時街那裏,有一間叫什麼,九龍冰室,還是九龍茶餐廳啊 那些貴,是很大的,是特別大的,不是平時的尺寸 那你吃了十二元,也不是小的啦 是啊 我這樣說,整個趨勢就變了,我們小時候都說 你吃什麼就要專注那裏吃 是的,沒錯 吃冰室的,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喝菠蘿冰的 我想很多人都不會喝菠蘿冰這麼笨實 紅豆冰我還有很多人喝,菠蘿冰我不是導遊的 因為不同的,其實香港人的飲食文化提高了 那變了,他不是啊,他是寫得吃了 那不同的以前,以前有幾個出去吃飯的 通常都是家裡煮飯的 那是大飯的那個年代 剛剛才是我們小時候 是現在,因為那些人就會,喂,出去吃飯了 變成午餐,就是午餐,他的需求多了 所以令到那些飲食文化都改變了 他們就會做了飯事,然後那個喊茶就延長了 以前哪會去到六點的,以前的喊茶 是的 四點鐘就沒有了,那些冰室 早餐十點半就沒有早餐了 是,可能十點也沒有 早餐完十點也沒有 現在可能全,我不敢說全球 全香港的人是下了身 那些工種是不是變了 應該是 以前早餐十點鐘就沒有了 以前沒有彈性上班的 全部都是一個時間上班的 現在就不是的 有些人上班十點,有些人上班八點 這樣就變了 早餐時間就是拉長了 現在早餐是十一點半的 一般都現在大部分人做十一點都少 現在反而 早餐是十一點收檔都少 十一點半的多數到現在 是啊 連大家樂的都少到十一點半 這個也是 但是我剛才去看下午茶餐 五點鐘就沒有了 大家樂的 大快活 大快活 五點鐘就沒有了 他要做晚事 做晚事 不相差太遠 跟午餐差不多 差不多 只差十八塊 十八塊 如果你在茶餐廳很難吃到二十多元的 下午茶 現在少了 二十多元很難吃到 而且現在下午茶他們有時候有飯吃 是 可能同一件東西 是中午賣不完 下午茶繼續賣 是啊 是啊 這個也是 我這樣說 現在的文化就叫做混合化 老神 你覺得分開好 比較專注一點好 我永遠不相信廚房 都會一個人炒得 懂得這麼多 其實專注一定會好一點 但有個問題是你要接受現實 等於一句 我可以做西餐 你叫我做中菜 始終差一點 因為工具不同 是 還有現在 為什麼你能不能發覺到 那些茶仔的 火 叫什麼 鍋器沒有那麼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很多人用電爐 不是那麼容易出到 明火的牌照 是 所以變了 始終變了會差一點 還有你電爐煮的東西 始終是第一個速度慢 沒有鍋器 是 這個是他的弊端來的 但是成本便便宜 還有以前 我們年代 你去的餐廳 也有些目的 比起聖誕大餐 不是經常可以去的 就是 參加什麼舞會 咦 你有這些我沒有去過 我沒有去過 你看看以前的照片 導演 我有幾張 這個就是姓香源 就是吃企口通那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幫助過 那就是美心 這個是 五十年代的美心 都收七元 我不知道誰有資格 吃了 五十年代的這張東西 哇 這張的中環 四十元 這個是六十年代 六五年 六五年 四十元 你說多厲害 哪有資格去除夕狂歡 就是啊 有錢回去吃飯 很貴的 有駐場歌手 世界流行曲 這些都是另一種 等於現在的餐廳也有很多 有招呼 少了 少了 以前呢 國內多啊 那 Servo來大客 以前你覺得 月雨片 經常會有一個人走過來 你跟女兒去吃飯 突然有人過來 拉小提琴 以前經常有這個場面 現在有沒有見過香港 好像沒有見過 香港沒有 大陸有 我沒有見過再有人拉小提琴 拉小提琴 你看視頻也有 有些人拿過麥克風 用不著點歌 接著人家旁邊唱 你在那邊選 二十元一首歌 但是很吵 但是他們真的有些水準 老實說 我 怎麼說呢 如果想著聽歌 也試過找一次跟你講 講歌 那些歌囊 走廊那些 那些 去餐廳 其實不喜歡這麼吵 聊天 或者你約了一個女兒 你怎麼這麼吵 這個 公主餐廳 對不對 以前 好像以前我 我最喜歡 現在老了 沒有 十數年前 我二十幾歲到三十幾歲 每年必食聖誕大餐 必食 就是必食 每年 這是六十年代的 華爾登拆了 很多明星去 華爾登 在哪裏呢 不是這個大報道 大報道 就是 我知道那裏 對 華爾登拆了 那你是深水埗去上去那裏 我知道 現在是什麼建築物呢 華爾登停什麼 變了私家樓 華爾登 什麼停的 就是那裏 馬撈山附近 美蘭 可能這間餐廳 不知道是不是在香港 以前我們很喜歡吃聖誕大餐 聖誕大餐 你去冰室吃不到 當然吃不到 當然吃不到 冰室是很早下班的 剛剛 因為他們做 早上 還有下午茶 夜晚不做 因為不用吃飯 晚上 以前茶餐廳也少 餐廳接力 以前茶餐廳 香港不是很多間 那時候是大排檔 夜晚 餐廳 飯館 以前是比較細緻的 以前的銅鑼灣 如果你吃燒臘飯 就要去燒臘飯店 沒有你說去那間 那間就要吃 你吃什麼 又有炒菜 又有什麼 沒有的 老爸就 鹹魚豆腐煲 媽媽就要做西餐 妹妹又說要做芒果布甸 沒有 哪有這麼多東西 現在才有一磅打仗 以前的冰室是很早下班的 是不是 這個也是 我覺得以前這樣一分 可能專注一點 就 正一點 是不是 你覺得不覺得 一定 一定 一向專注的東西 是 味道會統一一點 還有 會做得更好一點 我想 大家有沒有去 這間 我給人想 導演 這間 在上水 石果緊泉 都出名了 早年 都排隊 如果你們住附近 就沒有人排隊 上水 為什麼我住上水 不記得有這間 這間 這麼出名 不知道 不知道 說 我住了二十年 都沒有吃過這間 你跟我說出名 不是吧 是啊 我三十歲前都住上水 不是開玩笑 我真的沒有吃過 沒有 沒有吃過 沒有 這間 沒有 一次都沒有 真的假的 是不是你爸爸不讓出來 神經病 你出來做事 誰管得到我 三十歲都沒有吃過這間 沒有 現在都沒有 沒有 是啊 這麼有趣 以前這間 是很出名的冰室 我也無名進去 不過排隊 以後自由行離 就沒有去 我那時候 有時候水都 專門去繞個圈 這間就是冰室 另外一間 這間 以前就 經常看電影 開組的 經常都說 去這個地方吃的 九龍城 是 這間是很出名的 以前 很多電影製作人 全部都在這裡等 等開工的 九龍城 國際戲院對面 我不知道現在 有人知道國際戲院在哪裡 當然不知道 你們有沒有看國際戲院 沒有 九龍城 現在 我們慢慢說 九龍城這間 以前的小孩 就是蛇王 洞天冰山 九龍城 那時候最好的 別有洞天 我覺得這個名字很棒 但是這些戲 以前的戲 通常都會在這裡拍 是 王國卡門 王國卡門在這裡拍 就是 別有洞天 以前 我們小孩做的 倡務員經常送貨 送一送一送 我們同車的叔叔 很有要求 他請來吃也沒所謂 但是他一定要指明某些餐廳 其中一間就是洞天 我心想 去九龍城托嗎 是否真的好吃 一般 一般 就是普通 那這些可能就是個人口味的問題 冰室 我覺得是專注 就是專注 就是好像我們 那個叫什麼 看那套叫什麼戲 那套叫做 PTU 哦 就是上去任立華那間 那間廣東道 就是街市那裡 那間叫做中國冰室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幫助過 這間又是冰室 這間又沒有 這間很多人都不明白 不過呢 真心說 那些出品呢 把貴 我朋友說 唉不要踢爆別人 就是 就是 一般的 總之就是 這間 中國冰室 就是很多人在這裏拍過戲 是不是 那前陣子 大安冰室 就是油麻地美 果欄 對面那間都差不多 又說 轉手 甚至有沒有收拾 我就不知道了 不過近年就是華昇 都有人喜歡光顧華昇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歡吃華昇 華昇沒吃過 蛤 是不想進去 哦 明星的 明星又怎樣 明星又不喜歡 那還有 美刀 不過美刀又是 那些出品我就 一般 美刀反而吃過 哈哈 美刀就沒有 不過近年就興了兩個冰室 一個就是龍門 一個就是 那個什麼時代 時代冰室就是老蕭 但是很貴的 另外就是 那個什麼 那些 手足經常光顧那間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那間手足經常光顧 那間手足經常光顧的 那間手足很多人去排隊 哇 全灣看到這麼多人去吃 那間 哪間啊 那間 你知道現在最慘 吃東西都是最壞的 有分黃藍的 那我沒有的 總之很好吃 是啊 有些黃藍的 光榮冰室 哦 有聽過 很多人的 很多年輕人的 我們老人去都少的 光榮冰室 我想一下 我監製肯定經常去 他一定會喜歡這些東西 但有個問題 你要先就匠才行 不會特意去的 有幾間的 有幾間的 冰室 怎麼說呢 就是 又是一個時代 越來越撿 撿得多 現在的冰室 就是把鬼 趕地騙人 是啊 因為冰室 變了什麼 什麼都有 什麼變得 茶仔 是啊 就是 那些人 就是 早年 不斷抗議金記 記不記得 有聽過 不過後來又好像 就是 不懂得說 那我 冰室 我覺得就是 有特色 啊 麵包 好 蛋自勁 就 呃 就是 我覺得就是 差不多 香港就好像從來沒有吃過 什麼 再好吃一點的東西 你覺得嗎 呃 什麼為之 再好吃一點 就是茶餐 這種 麵包文化 那麵包就沒有什麼 啊 啊 就是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 有沒有 我 我就記得 啊 就是沒有 沒有更加 好吃 真的少了 真的少了 近年都沒有什麼 呃 比較 就是 啊 只是我當年去到澳門吃過一次 十月初五街那間 是 啊 叫做 難停雅墜 那裏呢 那裏呢 為什麽好吃呢 還有我小 就是 有我小時候 吃的 很厚的 雞蛋 蛋 蛋字 哦 哦 現在的蛋字全部是單春的 大哥 而且是很薄的 薄衣衣的 很薄衣衣的 那些蛋可能由小了 現在用的蛋 不同以前的 是啊 那裏 難停雅墜 十月初五街 那裏呢 那些蛋字就很厚 香港可能現在都有 我不知道有哪裏 大家可以說一下 就是我們今天草談一下餐廳 不然我們其實也說茶餐廳 是啊 現在變成只是講冰室 茶餐廳你有什麼記憶 茶餐廳 沒有啦 茶餐廳的口 是那個叫什麼 執照翠華的壽美師兄起 翠華現在都執照就執照 翠華還有說什麼 就是現在同一個老闆開很多間 剛才你說九龍 那些其實他變名很多老闆 是啊 其實香港只有幾個老闆 我覺得跟酒樓一樣的 根本現在的茶餐廳只有幾個老闆而已 可能他和你教訓又講了別的名字 因為他的出品差不多全部都統一一樣的 其實就是第一 我只是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可以這樣做 喂 你裝修不用錢的嗎 真的 我矯正 澳門那間叫做南平雅墜 是 我想給你南平晚中 當然我還想問那個老闆 他老闆說我癡癡地善 他說你們香港人吃就吃吧 文才文端 就是吃個蛋字 那茶餐廳你覺得 是不是由翠華帶起還是怎樣 不是 很久之前都有茶餐廳 只是 翠華是 只是把茶餐廳整個升級了 升級了 就是環境 價錢 裝修 這些東西 但是那些味道 其實有一間就是 是 是 是不是四太開澳門茶餐廳 是 我覺得他的東西 開頭那幾年是好吃的 然後到澳門冰室 慢慢 慢慢就去改 改一下 但是他 初開檔都 價錢都相當之 是啊 但是他的味道還不錯 就是拍得住澳門那些 就是他有個質素在 但是慢慢越開多間 越多人排隊 他的質素就慢慢下跌了 現在 阿朵神 無論冰室也好茶餐廳也好 還有沒有多少間 你覺得是 就是要特意去吃的 沒有 真的沒有 不知道各位網友 老友有沒有哪間 冰室說哪間茶餐廳 要特意坐車去吃的 不是 高級餐廳 去不起高級餐廳 我可以請阿朵神吃一餐 冰室和茶餐廳 你會去光顧的 還有一件事 我要求一件事 不是價錢 是不用排隊 哈哈 排隊是不吃的 我 深水埗有間吃車仔麵 排到瘋了 好吃嗎 我吃過一般 一般過一般 但是排到瘋了 人家一條街幾個店 有三至四間 你怎麼去做 基隆茶餐廳 那條路 我不知道那條路 隔壁 隔壁 有間燒味 很好吃的 隔壁有一間車仔麵 那間挺好的 那間挺好的 他講開基隆 那裏有一間 大家可以嘗試買叉燒來吃 那間 沒有開名的 那間 真的好吃 流香 很像 哈哈 基隆都是茶餐廳 又是甚麼都有 不要說了 基隆茶餐廳 不是 我又不怕 他這樣的價錢 你想怎樣 但是 有良心 派飯 對 但問題是 他的食物質素 真的不高 老實 不要說 這個是事實 好不好吃 一罵完 別人就拿了 我知道 那他只好 你這樣去比較 這麼給面子 罵這麼少 不是 就是 每個人都在罵 杜先生 都在網上不斷罵他 他最喜歡抽水 誰先抽水 當然是杜先生 杜先生有真在實料 大哥 有甚麼實料 人家都賣了甚麼爭肥面 多受歡迎 我知道 人家真的有料到 大哥 別這樣說 我們又被網民罵 我怕他甚麼 我最多不不做 我麻煩 基隆茶餐廳 去到最後 我喜歡這些餐廳 取之愚民 容之愚民 我也有光顧 但是你說 那些食物是否真的好吃 我真的覺得 現在就很難 所以我叫網友網民 告訴你 你現在還有甚麼茶餐廳 你覺得好吃 我有一間燒納店 我每個星期 會在觀塘搭的士 下深水埗吃 那間 你猜一下 我一定會去的 你在哪裡 我不知道是福華還是福榮 就在那間車仔面隔 那間我經常光顧 五十多元一碟飯 六十多元 你也想 六十多元碟飯 你吃我就說 七十多元碟飯 對 但是 很問心 他給你的材料 真的是真材實料 還有 那些鵝 那些叉燒 好吃 那些燒肉也好吃 好 但是他的價錢 真的脫離了 現實 又不是叫現實的 正常價錢 我試過買一個外賣飯盒 要六十多元 你知道嗎 這間餐廳我最後 都超過了 前身就是大排檔 對 之前在外面 以前有兩檔 現在搬了進去之後 有些蒸魚飯四十多元 你要蒸魚 蒸排骨 那些都OK 沒有我 我就不喜歡吃 我經常吃鹹蛋肉餅 然後我吃湯蠟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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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又千篇一律 雖然很多事情都解釋了 但是千篇一律 沒有人 好了 這集就到這裡 接下來我們繼續跟大家小米講股